反對內地雙非孕婦來港產子的行動一浪接一浪 自由黨在銅鑼灣發起簽名活動 有市民認為政府應該首先保障本地媽媽的權益 因為我覺得香港現在本地的孕婦他們都不夠床位 所以如果他們全部給雙非孕婦的時候 對我們本地居民很不公平 他真的沒有在香港納稅 沒有貢獻這個香港 但是他可以拿這些條例來香港 全部拿了我們香港福利 我們香港本土人就什麼都沒有 雖然特首曾蔭權提出四項措施打擊雙非孕婦 但是自由黨主席劉健宜則質疑成效 現在政府提出了四項措施 我們看來這些措施 第一個效用究竟有多大 我們都不是很清楚 就算有效我們都很擔心持續性 所以政府提出來我們都不反對政府去做的 但是就必須要確保這些措施是奏效 他希望政府通過釋法 令雙非子女不具有居港權徹底解決問題 另外多名民主黨成員 遊行到政府總部 要求政府修改《基本法》 禁止雙非子女擁有居港權 有要求政府制定長遠人口政策和服務規劃 改善本港人口結構 香港昏返電視記者王嘉莉報導